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知道这些道是要从神启示下来的 而神把他真正的生命之道 启示在这本圣经 不是启示在世界文化的书里面 所以无论是老子 无论是孔子 末子 诸子百家所领受的 或者他们所发挥的真理 都不是天道 这样你不能接受老子是上帝给中国人的先知 正像摩西是上帝给犹太人的先知 不可同日而已 老子所写的 是上帝放在人内心中间 某一些对真理的感悟 所以他对真理的感悟回应出来的时候 写下一些很靠近圣经所启示的道的那些原理的一些原则 这个是对普遍启示回应的文献 我再讲 这是对普遍启示回应的文献 脸是普遍启示也没有资格 所以你不能说上帝把一些先知放在印度 就叫做释迦摩尼 把一些先知放在中国 叫做孔孟思想 把一些先知放在以色列中 叫做摩西 又说阿伊利亚伊撒亚等等 不是 我告诉你 不可同日而已 因为其他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人被造的时候 是有一些基本真理明白的 这基本真理的两大范围 就是对于创造者的存在 是不叫不必要有人告诉你 你就一定知道的 这余生俱来的这叫知识 intuition 也借着观察大自然 产生出来的内心的这个响应 就是一定有一个造物者的存在 这个不需要特别的启示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普遍启示 普遍启示的存在是文化的根基 普遍启示的回应 就是对宗教真理和文化道德 那些自理的名言 所以这些自理名言 不等于就是真理 它不过是自理而不是真理 它不过是靠近真理 不是真理的本体 但当真理的本体来到的时候 那就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自己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那就是神的道在人间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不是因为明白知识而快乐 因为明白知识是明白受造者 对创造者所造的世界 所隐藏的 所放在其中的一些 世理的领悟 这个叫做对受造世界的知识 而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如此 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层次比较低的地方 更高的就是创造者自己的计划 自己的本性 自己的心意 跟自己的救赎的起名 the revelation of God's nature God's life God's mystery God's eternal planning God's salvation 所以感谢上帝 这是道的害羡 那这个喜乐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读了苏格拉利书 明白了以后 我们一定很快乐 我们读了孔孟思想 有所了悟 我们一定很快乐 但我们明白圣经的时候 这种喜乐是不一样 因为这是什么 以道之间的合议 以道之间的关联 这是人与道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人有道的种子的影子 去体会道种的可能性 产生出来的那个结论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像什么 好像你得到一张女人的照片 你看得很欢喜 同这张女人的照片 是你的爱人的照片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虽然你的爱人 不一定比那个明星更美丽 但那个明星美丽 以你无干 而你的女朋友 跟你的关系 是生命的关系 懂吗 所以你看见你女朋友的照片 比看见电影明星的照片 你喜欢看哪一张 你的就改成男朋友就可以了 这是有关系的 但我告诉你还不够 为什么呢 你对那个照片的欢喜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整个生命的欢喜 这照片里面那个人 来到你面前 以你直接有生命交通的时候 那你的喜乐就满足了 你明白吗 所以基督徒的喜乐是什么 是一道合一的一种喜乐 We are one We are united with the world 所以我们以主之间真正生命合一 这是不一样 感谢上帝 好 好